受访的车行表示 中小型车组拥车证的价格跌幅最大 相信同陆路交通管理局在未来三个月增加配额有关 车业工会将同当局商讨长远措施 以进一步协助车行 记者陈信玲报道 受访本地车行表示 中小型车组买家目前持观望态度 没有在这一轮的投标活动中积极竞标 以致拥车证价格下滑近1800元 车业工会表示 由于未来三个月的配额增加 一些人可能进场买车 相信将带动销售 但预计用车证价格将维持在高价位 价格是会下滑一些 不过不会很大的下滑 现在的国家虽然有增加 不过只是四分之一 从高峰期那里算起 四分之一还是很少 不够每个人卖的车辆 那个波动的 range应该在三五圈内 工会表示 已经在一个月前要求同当局对话 探讨是否能够进一步的增加 用车证的配额 以及放宽车辆进口的条例 让更多的车行还有买家受益 新传媒新闻记者 陈庆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